现在家庭的债度还清了没有啊 没有 还欠多少 他们不跟我说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爸的这个官司 还有二十多万没有还清 还有二十多万 你上一份工作的薪酬是多少 六千多 六千多 如果不吃不喝的话 二十万那也得花三年呢 对 所以你挣钱的欲望是不是特别强烈 正当手段的赚钱欲望非常强烈 我感觉经历这样的家庭的女孩 可能相对来说会走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就是特别强势 然后对金钱又拥有渴望 另外一个呢就可能会比较弱势 可能被动一些 然后我感觉这个女孩可能是偏后者 上份工作是什么职位啊 刚开始入职的时候是销售 但是是那个电话销售 然后就干了三个月 然后我们四个人同时入职的 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是成功转正 然后并且就是试用期考核通过了 哎呀 说到这番话的时候你好骄傲啊 就是还是挺开心的 好 然后一月份到现在你都没工作 对 然后我是上 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才来的北京 怎么想到到北京来呢 说实话 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觉得 北京是个大城市能赚到钱 北京便利是黄金啊 有这种说法吧 那个你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开始 哟还低了一点 还以为高了 你上一份不是六千吗 但是产品助理 就是产品经理这份工作 我是第一次要做的 从头开始可能是比较低一点 你好 就是这个我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说你说要做产品助理对吧 你首先要搞清楚你是做哪一个行业的什么样的产品 我想要进入的行业是互联网加教育行业 因为最好是幼教 因为我是学幼儿园教育出身的 第二是做互联网加艺术教育 然后这个就是是最最缥缈的一个 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唱歌跳舞 它只是一个想法 因为这个垂直领域必须要考虑到用户的需求 如果没有需求的话 它再怎么垂直可能也没什么用 然后说为什么要做产品经理 那首先是我的学历不是很高 是大专出身 然后近几年一直疯传说 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工作可能是门槛比较低 但是当我学了之后 其实发现这个东西还是很难的 第二点就是我认为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的话 就是她逻辑思维能力必须要超级强 然后我就是可能怕大家笑话我 就是我未来也有一个想要创业的打算 这个姑娘的个性呢 可能特别容易受别人的影响 那么她身边的人可能说了一句话 指了一个方向 那么她就可能会信以为真 然后按这个方向去尝试 她的个性过于柔软 其实在职场上并不是件好事 如果我在座的企业家说 这小姑娘挺聪明的 除了产品经理 你还可以做好多 比如说做商务啊 做其他的 你考虑吗 考虑 也考虑 只要能挣钱就行 也不是 要考虑公司 考虑领导和公司之前的人员流动率 那咱们说说领导好吧 公司就不说了 你要求对领导有什么要求 如果做商务助理的话 那我希望我的直属领导是一个女同志 为什么呢 像我这样的是不行吗 我是你的上司 我找你做商务 如果是结了婚 然后有孩子家庭的这种男士的话 我希望他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人